中华电信总公司的长廊上 布置了如同画廊般有声有色的数位共享历程 中华电信公司总经理 同时也是中华电信基金会董事长郭水逸 陪同诚挚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李吉仁 看着一张张蹲点在台湾角落的美丽乡村和动人的脸庞 见证科技为善成真 数位共享保与永续 成为传递台湾人生命力的乐章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来打造一些 透过大家的力量集结在一起 把这些大家资源互相的补足之下 那优势的结合 那有李教授的这样的高瞻远瞩的 大家去把大家的谋合在一起 把这样的资源谋合在一起 那我们来促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是我们期待能够继续来 跟大家共同努力的地方 以科技力解决偏远地区老师 建立共备共学共课机制的 成志教育基金会 在中华电信的高速光铅串联下 拉起了一条台湾山海迷你学校的希望 中华电信数位赋能 今年与成志教育基金会携手 协助新竹 云林 花莲 新北市 四个学习端点 创造孩子跨校学习力 跟俄美上课就是很特别 就是很好玩 就是可以互相讨论 孩子从来没有想过 他可以有这么多的同伴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跟他一起上同样的课 在普通的老师领域共同教学 那这些事情呢 事实上都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对于中华电信在 我想在培乡教育上头的 或是我们说乡村教育上头的这个努力呢 事实上也跟我们一起踏上了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我们如何跟他做成一个等聚的学习环境 有数位的半读 有的跨校共读 那来实现他 在学习上面 跟我们在都市里面的所有学生 大家一同大家都一起一样 那实现他的虚骇无暇 他的梦想无限 他的成就无限 这是中华电信 希望跟我们城市教育基金会 跟KIST 跟虎大 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做的不是只有我们彼此的学校 而是我们在创造一个台湾教育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非常感谢就是城市基金会 攜手中华电信 拉起这一条希望之线 网路那一端的云林 张湖生态国中小学校长 陈清俊 也在线上分享数位共享的美好 因为中华电信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开始产生了一种温暖 跟土地产生了一种共鸣 所以真的是谢谢中华电信 也谢谢这一块鼓励所援助的一些人事物 福人大学附设医院 以及各地乡村社区和城乡之间 应用高速平凡 为病人挽回生命的医护人员 他们都是参与中华电信 科技为善数位赋能生态系的共好伙伴 所以我非常谢谢中华电信 以数位能引领社会 邀请福人大学和福人福祉医院 一起买相都有永续 天下一大的不是家族 我看到了中华电信 陈录影片上说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为什么可以永远走在最前面 就我实际合作的经验是 因为中华电信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 中华电信会去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 这是我用十几年合作经验出来的 中华电信建立了跨领域 跨城市 跨校技的数位共享岛屿永续 数位赋能生态系 并号召越来越多伙伴 以科技力提供教育 医疗产业 以及交通等解方 帮助弱势族群 拉起资源边缘民众的手 一起在台湾数位岛屿上 成就共好的善循环 请按钮 数位共享岛屿永续 我们看到中华电信用科技点亮台湾 科技为下的太过分 数位赋能生态系 合作与世圆满成功 不光是在教育跟医疗 将来可能在其他的模式上面 可以透过宽屏 无远佛界这样的一个功能 能够把这个 刚才讲的共学共享 很多的概念来推动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所谓的数位共享 智慧岛屿这样的一个理念 能够有效的来落实下去 远距医疗除了需要 医护人员的专业之外 更需要快速又及时的 印象传输 拉近医病之间的距离 中华电信在5G时代 协助政府防疫 也应用高速的资通讯 在远距医疗救人一命的工作上 透过宽屏网路的连线 然后医生就可以透过远端 来跟住在美丽乡村的 这样的老人家 能够有得到一个 准确而及时的一个 这个照护或者是医疗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 这个很多的不幸发生 降低了老人家的 这个病跟痛 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 在整个社会面上都是非常有意义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的 有意义的事情 郭水义进一步表示 中华电信建立的科技为善 数位赋能生态系 希望有更多元的伙伴加入 开启数位应用的崭新事业 这个是一个生态系的一个打造 这样的生态系统 未来是可以扩大到 各种可能的一个生态系统 就无远佛界 从老百姓的 我们民生的食衣住行娱乐 到百工百业 到政府的中央到城市的治理 各个环节都可以应用的上 透过跨校师生交流 协助小校学生提升学习动机 应用网络一对一陪伴 拉近数位平权 在没有医院和诊所的村落 皆由中华电信网络连线 解决老弱族群窘迫的生命危机 网络让台湾良善的人民 美丽的风景相互触动 在数位赋能生态系中 感受到暖暖的温度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 通秘 MAY? consec啊 里面